Hello大家好,我是河马富美Martin 我今天来到距离尔湾一个半小的车程 北洛杉矶的一个城市叫Valencia 来拍摄这里几个建商正在开发的新函 现在拍摄的是KB 紫色区叫Clover 户外比较吵,这里全是大公地 我们尽快到室内来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先拍摄一下三号户型 按照KB的习惯的话 他们其实没有一号二号三号说法 它每个户型都是用室内面积来区别 这个户型是1738尺 也是三个户型中最大面积的 三房二点五位 目前售价是80万多一点点 好,我们进来了,这里比较安静 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Valencia这个城市 简单来说,Valencia有三个特色 第一特色,类似于尔湾,是整体规划的 现在正在大规模建设 第二个特色,它距离好莱坞 洛安静Dontown 以及奥克地亚派安静娜的花园区非常近 都是在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第三个特色,也是花园比较关心的 这里的学区是十分 可以说是学区房交通好,规划很好 很多人说这是北部的另外一个小尔湾 我们在厨房,厨房是黑色倒台 黑白配色,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设计 有一个侧院 现在新房设计,侧院和入户门都是大的落地的玻璃门 客厅 这个餐桌很有意思 做了一个飘窗式的椅子 这里距离非常著名的洛安静六旗魔术山公园 就是有世界最大的过山车的公园 开车仅两三分钟 我刚刚开车经过了 非常震撼巨大的过山车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带我家大女儿过来玩过 这是一楼的客厅餐厅厨房 这是车库门 还有一楼有半个卫生间 楼上是三房2.5位 楼上有一个很大亮点 很不错的一个设计 作为三房来说 这个户型设计有这样一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上来了 就是三房2.5位 楼上还有一个loft 而且这个loft很大 很多有孩子家庭的话 希望给孩子一个玩或者学习的空间 所以这个loft就很实用 会经常抱怨说没有玩具房 弄着客厅 东西乱七八糟的 那可以在loft玩 这是两个次卧 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次卧 参观很好 有一个一门一帽柜 这是另外一个次卧 然后次卧公用卫生间 在loft旁边 我今天戴了双层口罩 最近一月份还是要严密防护一下 虽然Omicron现在世卫组定性为上呼吸道感染 已经不再是肺炎 但是还是要注意保护 尤其我们家还有小宝 好 我们再往里走 是看主卧 这是主卧 床中柜后面都是有窗户的 主卧有两个一帽间 这个小一点应该是给先生用的衣帽间 然后主卧一进门的右手边 有一个更大一点的 应该是给太太用的 好 这样一走是主卧卫生间 两个洗手盆 也是黑色台面 然后淋浴房 然后最喜欢就是二楼这个loft 在三房这个面积中1700多尺 能够配有这样大的loft 是比较少见的设计 也很实用 好 这是河马凤尔马亭在北洛杉矶 巴伦西亚这个城市拍摄 KP建商 Clover CAOVR 这个紫色区的新盘 1738次 售价80万起 这个城市有三大特点 绝分十分 距离华人区 距离好莱坞很近 然后又统一规划的 谢谢大家